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 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亲爱的听众朋友平安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云彩飞扬 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 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集 期盼在节目当中 我们可以一起来听听别人的故事 想想自己的生命 我是娟瑜 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来宾是 李诗豪还有玉花夫妇 诗豪目前大约50多岁 是住在桃园地区的原住民 在童年的时期 以及青少年时期 诗豪在家庭中有过很大的创伤 20多岁结婚之后 诗豪跟太太共同面对 并携手走过许多的生命历程 2011年9月 夫妻更同时受洗 一起成为上帝的儿女 一起经历生命的更新 那么在一段音乐过后 我们就一起来进入 诗豪与玉花的生命故事 诗豪与玉花好 云彩飞扬的听众平安 大家平安 我是玉花姐妹 欢迎两位来到云彩飞扬 刚刚有提到诗豪 是桃园地区的原住民 那小时候家庭里面 好像带给你一些 不太愉快的经验 是不是就先请你 从这个方面 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是 我小时候是对妈妈的印象 就是一直生病 躺在船上 那时候妈妈生病一发作的时候 上上没有什么大的医院 我们只是靠那些卫生手 就是抑制她的病 因为妈妈是癌症 癌症的话是要花很多的时间 来治疗 几乎在这个七岁以前 妈妈是很少在我们的身边 几乎都是住在卫生所住院 妈妈住院那一段时间 我们都是要靠自己 那时候有一次妈妈 可能太久没有看到我们 妈妈跟我爸爸讲说 大孩子过去让她看 过去那么漂亮的妈妈 那时候我一进到卫生手 妈妈在船上那边 我看到妈妈的脸 真的是跟我想象的差好多 整个是皮包骨 她让我去包 我没有让她抱 因为我害怕那种 那种很像说 瘦到这样干干的皮包骨这样 我很害怕 那时候妈妈是我七岁就离开 妈妈病危那时候 她很像知道说 她的身体不行 那时候我是在塞谷厂那边 她就喊我的名字 她叫我有命 有命是我三弟名字 她说你过来 她说赶快叫你爸爸 那时候我就照我妈妈的话去做 爸爸在忙天理的事情 我在半途就碰到我哥哥 我哥哥就帮我跑去找我爸爸 就是我爸爸 很快就到我妈妈的病床上 没多久 他们就在哭了 那时候我是小孩子 我也不懂得哭了 我也没有哭 只有我哥哥 我爸在哭得很大声 我才知道说 从那时候我就没有妈妈了 就是那个七岁的时候就没有妈妈 那时候妈妈就是要送出去的时候 也没有什么棺材可以用 就拿现成的门做她的棺材 但是我对妈妈的印象真的是很少 到我长大 懂事以后才想说 为什么别人的妈妈都可以活得那么健康 那时候小时候也不懂说让妈妈去爸 到后来长大以后才想到说 那时候为什么不想说我要给妈妈爸 因为我小时候很渴望的时候也要给母亲爸 我们也是到夜晚的时候 听到邻居的那个妈妈说 孩子我们去洗澡吃饭 我却没有 我都很羡慕我们邻居有这样的欢笑 因为我一个人在那里 我想说我也妈妈都好 我都不用说预备什么东西 煮饭那些 我记得说我十岁以后 就要自己独立了 就是煮饭洗衣服都要自己做 爸爸那时候也是需要工作 那哥哥那时候也是在外面工作 那时候我看到自己的衣服都不是说很干净 去学校的时候常常被同学羞辱 就是说没有妈妈的孩子这么可怜 衣服这么脏又那么邋遢 因为小孩子就是比较会玩 玩的时候就衣服这个礼拜要洗 我可能就是等到下个礼拜才会洗 我们家庭确实是这样 我看到别人的家庭 都是整整齐齐干净 我家里真的是跟养技场一样 真的很乱 因为在十岁那个左右 大概哥哥正处于那个叛逆期 那时候常看到父亲哥哥正吵 他们也是在那边肢体中途的时候 我都不敢靠近 我都是躲在一个地方 不让他们看到 那后来爸爸想说哥哥这样叛逆 他想说让他提早入伍 就是十八岁就让我哥哥去入伍 入伍之后呢 他想说我哥哥当兵应该是说 有训练过应该会成熟一点嘛 就我退伍的时候不是这样 他的脾气反而更不好 而且在我们邻居啊 在我们那个地方 他是一个王一样 只要是你不对的 不管你是长辈 你是阿姨 还是阿舅妈 我看不对我就出手打你 我哥哥上次跟我爸爸这样的冲突 我爸爸以前他也不是玩钱的时候 很爱喝酒 那一段时间呢 因为受哥哥这样的压力嘛 他想说哥哥那么不孝 他就开始麻醉自己 这是我比较喜欢白天的生活 因为白天啊 我爸爸是完全没有脾气的人 很善的那种心 只要他酒醉的时候 他完全变个人 我知道他很爱我这个小孩子 他也是爱 可能是爱醋饭香 因为有一次就是 他酒醉回来 那时候很醉 我看到爸爸醉回来 那时候我很害怕 因为只要他有什么厌气的时候 他都放在酒醉的时候 无缘无故就回来 就是骂我嘛 后来有一次 爸爸很晚回来 我躺在床上 爸爸跟我说 那你下来 我就下来 我说爸爸干嘛 爸爸就拿了一个刀子给我 抽了一把刀子 爸爸跟我说 你哥哥那么不孝 他说他很想死 他说我不要让你去受苦 他说我先把你杀 然后我再自杀 那时候我就很恐惧 我看到我们家的门 就差那个几步而已 我还想逃 我说我要逃 我想说 我也说我逃不成 如果是不是更激怒我的父亲 真的是会把我杀了 结果还是哭着向爸爸 哀求 讲说爸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 后来爸爸看到我这样的哀求的时候 他真的放下那个刀子 那时候爸爸就躺在床上 然后我也跟着睡在他旁边 我是背着他睡觉 我不敢哭 因为我哭的时候 很可能会吵醒他 或者激怒他 我就忍耐 后来那时候在读书那个历程 从我一起读书一年几的同学 都很顺利地完成 这样六年 一年都没浪费掉他们的时间 我不是 因为我们家里比较远 爸爸也是不方便送我们 老读书断断续续的 一直到我15岁 就勉强毕业 但是爸爸有意识让我继续读书 但是我看到我同学 初代国中毕业了 我才要上国中 我就有那种自别 因为从小的话 就是常常给我们同学这样的羞辱 所以就是有一种自别感 讲说 我这样大的年纪 还在读国中 那时候也不会说很会想 其实你说真的不想读书 那是骗人 后来就是16岁以后 我在拉竹子 那时候我们是靠竹子赚钱 再向下主要的来源的话就是 就是靠自己种的东西嘛 你要有钱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拉竹子嘛 那时候我在拉竹子拉到一半 我哥哥就从平地上来跟我讲说 带我去平地赚钱 那时候我就跟哥哥一起去 到了一家繁殖厂 在那繁殖厂做没多久 大概半年左右 那时候哥哥回家 回来工厂的时候 跟我讲说 叫我请假回家 我说我要上班 我说爸爸好好 为什么让我回家 哥哥也不敢讲 他讲说你回去你就知道了 那时候我一到家的时候 我一开门的时候 我把他躺在那个床上 我说爸爸怎么没动 我就上前把我爸爸的身体 怎么是冰 那时候我就向我那位舅妈打听说 我爸爸是怎么会这样子离开 舅妈就跟我讲说 你哥哥跟爸爸那一天 发生一个肢体的冲突 可能是爸爸本来看到我哥哥 他这样就想自杀 原先他本来就想自杀 何况是肢体一个冲突 而且是你的小孩子 向你暴力的时候 做一个父亲 你怎么可以忍受呢 我就抱我爸这样说 爸 你不是说不要让一个人 面对哥哥吗 我说我16岁 妈妈又不在了 我能过吗 就我在社会上 我能过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那一段时间 我第一个工厂就知道说我家里的处境不好 就很多那些跟我年纪差不多一样 到我几岁而已 好几个姐姐那些 都很关心我 主动就说 认我做弟弟 因为我们是同事 他知道就是我爸爸这样离开 很同情我的造业 因为我那刚才现在我们还是有联络 那之后呢 我一直做到就是要当兵以后 我是很怕那个面对那个群众 因为怕这个面对群众 我就拒绝当兵 差一点逃兵 那时候放假的时候我就不想回去 我就不想回部队 那时候我姐姐欠我讲说 你当兵啊 你抓上这你逃多久 你抓到了你还是要扶满你的行者 你还要去补你那个当兵 后来我刚才也知道 那时候他小孩子还很小 他是婴儿 他常常鼓励我系相片啊 鼓励我让我去建墙 真的是那时候当兵的时候 我是真的是 一直忍到退伍 我退伍以后 还好有姐姐和我刚姐这样的鼓励 让我当兵的时候 就是很顺利的当兵 那时候我当兵的时候 我就是有一个计划 就说我要结婚 我想说我在25岁以前 就算说有女孩子主动来追我 我不要接受 因为这段时间是我要预备 我要存钱要结婚 我在结婚我自己讲说 我不要像我爸爸这样 我要让我小孩子 要读很好的书 不要像我这样没有读书 这些过程听起来真的非常的辛苦 玉花也一直在一旁擦眼泪 那接下来呢 我们想请玉花谈一谈 那么您是哪里人 怎么跟诗豪认识并且结婚的 我是屏东的卢凯竹 15岁就去桃冶上班 在家房子厂 那我老公是我公司的对面 我谭姐的男朋友 是我老公的同事 我就陪我谭姐去看电影 我老公也去 我们就这样认识 我以前在乡下的时候 原住民的生活不是很好 酗酒嘛 也不会顾小孩子的未来跟学历 那我就讲说 以后我嫁着的老公是会顾家的 不会喝酒的 那我第一次来桃冶的时候 因为我们乡下的时候 没有看过什么叫做苹果 蔬菜什么 我都看不懂 我跟我的团结来 第一个工厂是在中立 我第一次来中立的时候 我好像到了另外一个世界 我想说这边那么好 以后我要再到这边来 我要帮我的小孩子 教育得很好 跟得上时代 因为我们没有读书嘛 我就想 真的是嫁到这边来 嫁给我老公 我嫁给他的时候 他不会喝酒 没有脆烟 他很好 他爱总是是满满的 没有给我个压力 也没有给我个负担 他很认真赚钱 他没有什么不好的 可是他要求的那个 好的是带给我一个 如果我带不好我的小孩子 我老公会很要求 一定要我们做得很好 给我们一个压力 可是这个压力不是不好的 是好的 可是他的压力造成我们不快乐 真的是不快乐 可是我都没有跟我先生这样讲 我只是一个情绪上的冲突 所以诗豪符合你结婚前 想要寻找的那个理想伴侣的条件 那唯一比较需要调适的是 如何处理他的完美主义 所带给你的压力 对 那么诗豪 听说在你成长过程当中 其实表妹跟你传过福音 是 那时候我表妹 她是从大西 离我们家大概也有十多公里这么远 来我家传福音 那她传福音的时候 我那时候 我不是说完全拒绝这个福音 因为他们来我们家的时候 我们住的地方都是客家的社区 他们就是来传福音的时候 要祷告说阿们阿们那些 我觉得说好丢脸 因为我那时候还没认识真理 我也不知道说阿们的意思是什么 受感动的话才能说阿们 结果我就拒绝他们 觉得说客家庄的话 对基督徒比较有一点误解 不是很了解 所以我就记得我表妹这个福音 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以后 家里也是发生了很多事情 就是我的姐妹 因为她在那个电子控厂上班 因为她们是穿五层衣的 她就是粉层是肉眼看不到 你当光这样照射的时候 那个粉层就看得很清楚 因为她这样吸了太多的粉层 影响到她的身体 我们从我们那个附近里带的医院 开始看她的身体 那时候不是现在有健保 那时候是靠老宝去医治 那时候我姐妹没上班就没有老宝 那我们就是到处跟人家借钱 医她这个病 那一段时间我们也是小孩子还很小 那时候我们结婚也有婚债 然后又有房子的贷款 真的是压力很大 那时候我姐妹又碰到这个病 跑各大一我们已经花了二十几万了 真的是我们家里什么都没有 那时候我没有想到什么拜庙 我就想到我堂妹 很虔诚的一个基督徒 我就随便找个教会 在教会的门口祷告 我说上帝我已经没钱了 那时候我对基督徒教也不是很了解 我还是跟上帝求 上帝真的是听我的祷告 我就跟我姐妹讲说 我们到一个诊所去检查看看 那个诊所那个医生跟我讲说 他说他没有什么病 其实是鼻子的问题 结果那个医生讲说 可能还要花一笔钱 那时候我又担心了 我已经花了二十几万 我还哪里那么多的钱 那时候就没多久 真的是被他医治了 那时候几个月就不延了 就我总共花了七千块 我想说 是不是我向上帝祷告 上帝听到我这样的哀求 后来以后 就是我们在扫墓节的时候 我跟我姐妹讲说 我们父母的那个墓碑 有十字架 以前就是我们那边 几步都是原住民 原住民都有习惯 他的目标就是要放十字架 他也没有信主 他都有放 就是跟着这些基督教的那种方式去放 我跟我姐妹讲说 我们是十字架呢 我们是不是要找一个教会 我姐妹很快就答应 就说好 过了一年以后 我才有勇气跟我的同事 我的同事是我们那个业务的经理 我说 经理你可不可以带我去认识你们的教会 他就很热心的 就带我去教会 那时候我带我姐妹过去 就是他们两夫妻最近在教会的楼下 跟我们应该是有等了一段时间 他们很热心的带我们去 我到教会的时候 很气愤 大家都很喜乐 但是我是很怕人群嘛 那时候整个身体都是僵硬的 后来我的姐妹 她小组长 第二次跟她两个互动的 像一家人一样 就是很轻松嘛 我姐妹就参加他们的小组 我说我要找你们那附近的小组 我们不要理太远了 后来她的组长 她弟弟就是也是我的小组长 我们就开始认识这个组 从我们的弟兄帮我截至开始 夫人也能忘记她 池奶的银海 或又忘记我却不忘记你 我又忘记我却不忘记你 看到我将你铃银河 在我墙上 陪你长远长 在我眼前 看到我将你铃银河 在我墙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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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亲爱的听众朋友 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云彩飞扬 节目中的来宾是 李诗豪夫妇 诗豪在之前的分享中提到 自己幼年时期 由于母亲罹患癌症 并且在诗豪七岁的时候 就病逝了 他的家从此少了一位母亲的照顾 而变得肮脏凌乱 自己也常常成为邻居 同学们 嘲笑的对象 另一方面 哥哥的叛逆 让原本安分守己的父亲 坠入了酗酒的境地 最后在一次父子的肢体冲突中 父亲自杀身亡了 诗豪从此更加失去依靠 越来越自卑 也越来越封闭 结婚成家之后 在太太生病 家中经济陷入困境的期间 诗豪想起了过去 表妹跟她传的福音 想起了有一位上帝 就在那个时候 她自己打从心里 向上帝呼求 发出祷告 后来她鼓起勇气 请她基督徒的主管 带她进教会 从此 她的人生渐渐地改变了 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 李诗豪夫妇的分享 诗豪 你之前提到你们夫妻就一起进入了教会 并且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也分别找到了各自归属的小组 那么接下来呢 小组长如何进一步地带领你们 那时候我第一次看到小组长的时候 他就很关心我为我祷告 那时候他带我认罪节制的时候 讲到罪的时候 我就想到小时候的那种伤害 我家里就是好像是活在这个罪里面 造成我的伤害 那时候我组长为我节制的时候 我就放声大哭 一直在释放 我想到以前的那种生活 我在我组长面前 他年纪比我小 我很像一个小孩子一样 一直在释放 一直在释放 我们组长真的是很有爱心的一个组长 我每次碰到什么问题 他都为我祷告 他用上帝的话来勉励我 用上帝的话来引导我 我真的很感动 我早上是这个祖就好了 多么快乐 我们有什么困难 我都会跟我小组长报告 他都为我祷告 这时候我们小组也是一样 有比较大一点的问题 小组也会为我祷告 每次为祷告的时候 事情好像都很顺 在节制以后呢 小组长长说 我们要认识祖以前的话 我们要经过两本的课程 才能受刑 我们先从黄皮书开始配读 然后到丽皮书 从黄皮书的话 最主要是认识耶稣 丽皮书就是看我们的生命 后来我就是照着步骤 他一直跟我姐妹很认真的读 从我们开始信主到现在 我们没有放弃过一次的机会 陪读啊 小组啊 还是崇拜那些 或者打告会 我们都没有时候放弃了 我们就很认真 我们就很认真 但是我一直怪我自己说没有读书 对神的话 对圣经里面的内容不是很熟 但是碰到问题的时候 好像那个话就会 从圣经里面我们好像有读过这个 我们就会保持进行 对小孩子的交易那些 或是平常的互动啊 就有一些改变 以前如果我对小孩子的要求 我是比较受完美主义 那完美主义已经让他们没办法接受 信主以后我们都是照上帝的话 去带领小孩子 才知道带孩子 其实不用花很多的心力 只要你冲到爱里面去带小孩子 然后看到事情的时候 不要急着跟小孩子说什么 就是我们先安静一下 我们真的想不到的时候 我们向上帝祷告 他声音就会出来了 就是圣经里面跟我们讲的是什么 我们就照这个圣经的话 跟小孩子在一起 我小孩子现在跟我在一起了 真的是没有什么距离了 然后我上街上呢 我说你过马路不是很安全 爸爸牵的手 他很愿意说 让他们的手让我去牵这样子 过去是没有这样 信主以后呢 自己也在改变嘛 他看到我们的改变也是很大 我发现小孩子 也有了脾气 他们也是改变了 我就跟我小孩子讲说 我们一起改变 我说我要改变 不是说明天我就会变一个人 人嘛 就是也是要花一点时间去改变 我们就用神的话 我们就用神的话激励自己 然后就放下自己的身段 跟小孩子沟通 现在小孩子真的 我们的感情真的是比以前好 以前是我们在楼下 他们在楼上 现在不一样 我们都在楼下一张聊天 很欢乐地在一起 小孩子看到我们很认真的上教会 而且我们的真的是有改变 脾气那些都有改变 是这样 玉花 那你帮试豪补充一下 以前我先生她的个性是 要求小孩子一定要做得很好 造成他们父女之间都有个距离 然后她想跟她爸爸表达 她心里所想的 她又不敢讲 因为她爸爸一定不接受嘛 一定不会接受她要的 她就跟我讲 反正我跟爸爸讲 她也不会接受啊 我也是白讲啊 那也是有一个压力 我也会讲说 我跟我先生讲 她也是回绝啊 我就夹在中间的人 是最为难的一个 然后我只会跟我讲 我想说爸爸这样子是爱你们的 是爱你们才会这样 可是我小孩子也不会说 他爸爸不好 是爱 可是他们的之间就有个距离嘛 我做妈妈的也是蛮辛苦的 要面对我的先生 要面对我的小孩子 我不知道怎么去沟通 感谢上帝 使给我这样子 在教会里面听牧师讲的话 我最深刻的印象是 温牧师讲说 在教会里面 听上帝的话 他的爱要带到家里 如果你只在教会里面 听听 然后没有把上帝的爱带到家里 是没有用的 我最深刻是这一个 我就把上帝的爱带到家里 很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上帝的爱是最大的 用上帝的话 圣经里面的话 就是爱有不知行 一定要爱 我就用上帝的话 跟我小孩子妈妈接受 现在爸爸的 爸爸的 尤其是我大女 现在第一个都会去想到她爸爸 我都是摆在第二了 我说你看爸爸 然后她爸爸不在家里 都会写她的样 尤其是我最小的那个女 她最像她爸爸 她动作很像 然后我大女孩讲说 好不容易爸爸没有在家里 你的那个样子 不要像爸爸样 变得很喜乐 一个家庭 真的 信主真的很好 也因为了上帝 改变了我老婆的个性 然后还有 我用上帝的话 我圣经的话 跟我老公沟通 就我们的沟通就融合了 没有那种为什么 为什么 没有那个为什么了 就融合了 我们的心里都一致了 因为我们的心 都在上帝的那个爱里面 那我们要讲的话 都是来自上帝的话语 反正你爱他 你跟他讲说 你怎么爱他 他就会懂 我现在跟我老公 就是这样子 然后小孩子又 更爱他爸爸了 体会到他爸爸 以前怎么爱他 感谢上帝 让我们懂得去爱 懂得去包容 很饶恕 听得出来 亲子关系 夫妻关系 有很大的转变 那人际关系的部分呢 是不是也有不少的突破 以前我跟人的时候 我只会去注意别人的缺点 一直注意别人的缺点 就不会注意自己的缺点 那信诸以后呢 整个就变了 只是说我们要先把自己改变 因为我们基督徒 我们主要的工作是传福音 以灵归主 让更多人得救 你自己改变以后 你才会影响到人 所以我们教会里面 很重视 就是个人转化那些 我就朝这个目标 我在这个教会里面一年多 我真的是领受上帝这样的爱 真的让我知道 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 过去伤害我的人 我也愿意这样的饶恕他 我可以为他祷告 那请诗浩回头谈一谈 之前你有提到 当初小组长 带你做认罪祷告的时候 你放声大哭 不断地释放 那么你当初认的是什么罪呢 我是想到说 认家里的罪 因为以前家里没有一个爱 我们家庭怎么是 没有一个爱的家庭 然后看到我哥哥这样子 对邻居啊 年纪的舅妈那些啊 或者说他姑姑 要说话不投机 或是说他感觉不对 他就会出手 所以我就是说 我们家里是充满罪的一个家庭 没有爱心的一个家庭 怎么可以用暴力去对自己的长辈这样子 我就一直哭讲说我家里是没有爱心的家里 我是想到我过去的这个历程 我一直哭哭哭哭哭 小猪狼带我的时候 他一直为我祷告 那时候有一段时间 又来了一个 就是从新加坡来的一个牧师 他就讲说 有这个受什么伤害的 有怎样怎样的伤害 他说你们就到 前面为你们祷告 我那天 他还没讲说要到台上 祷告的时候 我就哭了一塌皮涕 就旁边坐的那些弟兄 就抵了卫生纸给我 哭着不停 没办法控制 那时候 他说有受这个伤害的 你们可以站到台上去 那时候 自己就这样走到台上 就是要受他祷告 那时候我们小猪狼长 也很惊讶 他说 我的弟兄 他是胆子这么小的 又不会融入在这个群体里面 我们祖长第二天跟我讲 我小弟兄站上去了 那时候他为我祷告的时候 闭眼镜的时候 我整个身体都是麻麻的 我一生中没有碰过这种问题 整个在妈妈头一点晕血 原来圣灵在我身上动工 要抑制我的自卑跟自闭 因为我一直想说突破自己 怎么突破我这个自卑 或者说融入这个群众 我就是用上帝的话 讲说顺服你就会蒙福 我就是用这种顺服的心 去突破自己的自卑 然后在还没休息的时候 刚入教会的时候 连举个手都不敢 因为做感动的时候 我们都会举个手 我就像一个电感一样 很不自在 其实我也很苦 我为什么不跟他们释放 他们走 他们跳左边 他们右边 我跟着就好了 那时候我姐妹讲说 你想太多 就算你跳得不好 没有人会笑 这是你对上帝的赞美 你尽量释放 所以我姐妹 也是带我很大的鼓励 我也是软弱的时候 她就用上帝的话来鼓励我 这样 所以进入教会之后 你的个性 比较从封闭里面走出来 现在的话就是 不像过去这样说 很怕这个群众 因为我也是感动的时候 这个四个对我的心灵 很像是很安慰的 我就几手 就是感谢主 说你摸到了我的心 安慰了我 有时那种被上帝安慰那种 眼泪就掉下来 真的感谢主 认识主让我慢慢地就释放 然后我们小组长讲说 要我做一些什么见证那些 在我以前我会拒绝 现在我还是接受 因为我们这时候要顺服 我运速不去突破我这个治病 然后我还是要上台做见证 这是我领受的 就是上台做见证 月花 你什么时候知道 诗豪在原生家庭 受到这么多伤害的 来到教会的时候才知道 我以前我不知道她的自卑感 自闭 我都不知道 结婚三十年我都不知道 然后我们要做见证的时候 我才知道 在印象中 我们第一次到教会的时候 我们要上去的时候 因为我们这四楼 要上那个楼梯的时候 它很难 它很难跨上去 走一步就停一步 然后我们不是上教会的时候 都要签新朋友 我老公的字 平常写她的名字 写得都很漂亮 那一天 叫她写 她写不出来 我说你的字怎么会写不出来 她紧张到这样 那我讲我们的见证的事情 因为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是一个上班下班 上班下班 很顾家 那我们组长跟我们讲说要做见证 那每一个人见证不是喝酒吗 就是借酒成功就跟上第一次嘛 可是我们老公没有喝酒 没有抽烟啊 那我是一个家庭 全部下班下班 也没有什么嗜好 我们两个也不抽烟 不吃冰 要做见证 我们两个很完美啦 也带小孩子也带得很好啊 我们要做什么见证 那我就跟我的小孩子讲说 妈咪要做见证 我到处问我的弟弟他们 他们说 二姐你人很好 你有什么见证要讲 你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原来不是 我们都是罪人 我们不完美 我认识了上帝 让我知道我们的不完美 原来是很多 我也感谢上帝 让我更认识我老公 他的内心 原来是受到那么大的伤害 他有自卑 让我更了解他 让我更鼓励他 那你们两个是同时 在2011年的9月 一起受洗的 对 那么夫妻同时来追求基督信仰 有什么好处呢 夫妻在一起的时候 以前是他有自己的想法 我也记得想法嘛 信主以后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个性 好像都是很合一呢 有什么问题 我们就想到上帝的话 上帝的话就进来了嘛 我们是已经称为 就是神的儿女 我们就是要学耶稣的样嘛 耶稣他是没罪的 他愿意牺牲 他救赎了我们的生命嘛 那他这么大的爱 干颜被人家鞭伤这样子 流血 定在十字架 那为我们死嘛 真的是 这个爱 从我们这个世界 是得不到这个爱 上帝的爱在我们身上 真的是会激励我 跟我老婆这样的相处 那如果偶尔还有软弱的时候 太太会怎么激励你 他每次跟我讲说 你每次向上帝祷告的时候 上帝都会成就你 你为什么还有这种想法呢 我想说对啊 我每次要跟上帝祷告的时候 他都会成就我的祷告嘛 就像这次 这次我们小组长讲说 你是副组长嘛 他说你要用电脑 为了坚能减碳嘛 他说你这是我的童工 他上班的时候 他不能做的事情 或是要准备纸张啊 准备那些东西啊 我就帮他预备好好的 就我们组长就说 下班就不要紧张 说我们小组要准备什么 然后电脑的话就说 我们参加小组的时候 我们可以传给牧师嘛 今天我们小组几个人聚会嘛 小组有什么见证嘛 谁没来嘛 我们就要疫苗给小组长 就是分担他的工作 所以也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努力学电脑 对我还是在努力 但是我还在学的时候 他跟我小孩子讲说 孩子啊 爸爸没有读书啊 电脑操作 你们要有很耐心的教爸爸 因为他们真的很有耐心啊 我也是参加小组 有时九点十点到家 他们也是等着我 我要按那个报表 我们要传给牧师嘛 他们有耐心 到西点呢 弄好了 他才跟我们上去睡觉 以前我小孩子不可能会这样子接受 因为看到我们那么认真的上教会 而且做很大的调整嘛 然后我们用上帝的爱去带这个小孩子 小孩子就慢慢就很接近我们 原来我的小孩子是这么爱我们 我发现说信主这一段时间 我真的是领受这个上帝的恩典 你看我小女儿她是很孝顺 因为她可能是上大一的时候 压力太大 造成她的功课不好 那时候我在小组里面 就提到我女儿的成绩 不是很好吗 后来我们小组就为我女儿祷告 真的就是下一起的那个成绩来了 全部都上来了 然后我女儿也很顺利的 找到她很喜欢的工作 我向上帝求 我说我小孩子 很需要一份工作 因为她找工作已经三四年了 几步都是在事业的状态嘛 那上帝真的是成就了我的祷告 他们有正常的收入以后 我们不会跟小孩子要钱 他们主动的 就是姐姐 就是有两个赚钱的嘛 大姐跟阿姐姐两个 就善良讲说 我们已经长大了 是不是要帮父母分担这个家里的费用 他们真的商量给我们 但是多我也不要拿 很像说 我从这个信心里面 很像是从我的奉献 十分级的奉献 我好像奉献多少 刚刚好我女儿给我的 就是这个钱 你知道吗 很像是我给了 上帝还是用另外一个方式 给我这个钱 没有让我减赏 你要怎么说呢 以前我女儿常常这样的事业 我是不是常常为她担心 我信主以后 我向上帝求了 让我家里过得这么平安 那么喜乐这样 所以真的感谢这个上帝的恩典 这个笔电 我也是跟上帝讲 讲说 那时候我们小组长工 讲说要买电脑 那时候刚好 中修节 公司会有一笔的奖金 那天我就跟上帝打告 讲说 我不要十天 十二天的奖金 我要十五天的奖金 我才能够买这个电脑 真的是上帝听我的打告 给了十五天的奖金 我姐妹每次讲什么 每次你祷告上帝的成就 给你怎么还是这么软肉这样 那太太感觉 夫妻一起追求基督信仰的 好处是什么 很喜乐 感受到上帝的爱 在我们家里 是很有用的 我有包容心 或是为其体谅 为其更了解 我的小孩跟我的老公 我老公更了解我 我们的想法都一样 然后我们碰到困难的时候 我们就跟上帝祷告 解决我们现在的困难 上帝会成就我们所求的 我碰到不如意的时候 我就跟上帝祷告 上帝会安慰我 我们有早上的灵修 然后我问你 就用我的手机 现在这位手机 每天都有个经文出来 但很奇妙 每天那个手机出来 那个经文 就是当天我发生的事情 上帝会透过圣经里面来跟我讲 会激励我 会鼓励我 我说感谢上帝 以前没有 所以你感觉到自己最大的改变呢 我最大的改变是 我以前是密话可以说的 在夹在中间的人 因为我讲这个也不是 讲那个不是 现在不会了 我很喜乐 因为我们一家人 有上帝的爱 思想方面都一样 然后我们都会讲祝福的话 不管我碰到什么 不如意的 我还是讲祝福的话 祝福别人 不管人家对我 说得不好 我还是鼓励他 我还是为他祝福 一天没有 真的爱满满的在我家里 那么在最后的部分 施豪是不是可以跟一些跟你一样 也是在原生家庭 有受到一些伤害的朋友 做一些勉励 就是原生家庭 像我有这样伤害的朋友 真是要勇敢地来依靠主 因为你亲近了上帝 你自然上帝只会带领你 用自己的方式没办法 上帝跟我们讲说 你有什么困难 由你交给他们 他就会帮我们解决这个问题 真的是信主很好 上帝的话 照灌在我们的心里面 过去的恨 好像不会在我们心里面 那么玉花这边 是不是也最后跟听众 有什么样的分享 上帝的爱是很有用的 他会成就你一切的需要 不管是家庭上 或是夫妻之间 或是孩子的沟通 上帝的爱是够我们用的 就上帝才会救我们的家庭 和夫妻之间的感情 像我的妹妹 还有我两个弟弟 以前没有信主 他是看到我的老公的见证 我妹妹有一次 来我家里 我就给他那个 他姐夫的见证 我妹妹突然大哭 就哭一直哭一直哭 我说你家里发生什么事 她说没事 说看到我姐夫的见证 让我很感动 因为我妹妹是从小 在北部跟我们生活 以前住我们对面的 都认识她的姐夫 是要求很完美的人 他们不怪的 我老公都会管教他们 她一直认为 她的姐夫的个性是很任性 没有办法去接纳 我们做不对的事 她自以为她都是对的 那我妹妹就讲说 这什么样的神 会让我姐夫改变得那么大 会饶恕一个 不能饶恕的一个人 我妹妹就这样哭 一直哭 那时候她就信主了 她也是受上帝的感动 她就哭 她跟我讲说 二姐以前我来不及 跟妈妈讲说 我爱我妈妈 因为我妹妹从小是叛逆的 我们四个姐妹 她是最叛逆的 我们不能做 她都做过了 喝酒 吃瓶奶抽烟 她有 对我妈妈 我会顶嘴 而且我们都是在北部 我妈妈走的时候 我们都没有跟我妈妈 讲过话 她就讲说 姐姐 我要信主 因为我妈妈 以前是很坚诚的 受过喜 姐姐 我要信主 我要跟妈妈见面 我要跟妈妈说 我爱她 因为我妈走的时候 我们没跟她讲一句话 我们来不及 我们在北部 她在南部 就说 在信主里面 最好是什么 我们都会讲说 我爱你 我爱你爸爸 我爱你女儿 爱都摆在我们的生活上 然后我妹妹 他们现在信主了 我弟弟又信主了 也戒阴了 冰南也戒掉了 其实你们自己信主 也才一年多的时间 传福音的成果 是很不错的 那我们加油 也很感谢主 今天将你们 带到这边来录音 让诗豪能够跨出 这个信心跟勇气 能够为主做见证 我们感谢主 也感谢你们两位的受访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亲爱的听众朋友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 云彩飞扬 这个节目是由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 制作播出的 生命故事集 今天在节目中 与你一起分享的是 李诗豪夫妇的生命故事 衷心的盼望 透过这一段聆听来宾 透过这一段聆听来宾 生命故事的时光 我们可以一起来 省思自己的生命光景 在李诗豪童年的缺乏里面 最大的莫过于缺乏一份母爱了 加上后来父亲 在一次与哥哥肢体冲突后 自杀身亡 诗豪就在16岁的时候 必须要自己面对自己的人生 这份爱的空洞 真的是任何人都难以填补的 所幸他寻见了上帝 在圣经以赛亚书49章15节提到 妇人也能忘记他吃奶的婴孩 不连续他所生的儿子 即或有忘记的 我却不忘记你 是的 上帝应许我们 即便有母亲忘记了自己 墙堡中的婴孩 他都不会忘记这个婴孩 我们也有可能因为某些因素 会失去人世间的亲情 或者所爱的人 但是上帝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也不会遗弃我们 在上帝必然看顾 每一个人的应许当中 诗豪他们夫妇 是亲身领受到了 来自上帝满满的爱 这份爱 在他们现在共祖的家庭中流通 夫妻亲子之间的关系 变得美好无比 这份变化也真实地 影响着亲近的家人 深深地期盼 所有的听众朋友 都能够经历上帝丰盛的慈爱 今天的节目内容 我们取得了来宾 李世豪夫妇的同意 将他们的生命故事 纳入云彩飞扬 福音见证宣教师宫中 欢迎听众朋友们 跟我们索取节目中 所播出的生命故事CD 好让这些感人的生命故事 能够借由您的分享 使更多的朋友有机会听见 另外 节目也很乐意帮助 有心想要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 欢迎您参加 救恩圣经函寿课程 我们有专任的 圣经函寿老师 可以有系统的帮助您 借着函寿的方式 认识基督信仰 如果您想要参加 救恩圣经函寿课程 或者您想要索取 今天这个见证故事的CD 欢迎您使用电话 传真 或是来信和我们联络 电话请拨到 02-2754-1144 传真请传送到 02-2755-7822 来信就请寄到 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 请注明云彩飞扬节目收 或是鲸鱼收就可以了 今天的节目时间 接近尾声了 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中也要感谢 我新旋律音乐事工 所提供的诗歌音乐 君余在这儿 就先跟您说声再见了 祝福您在未来的每一天 能够天天经历神 步步有主同行 云彩飞扬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 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骨的回忆 四处寻找我的心 万片溪水和山林 我心依然无处寻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已无安息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说生命不稀奇 一生叹息归尘土 放弃一切地追求 能凭潮水带我走 我曾经多彷徨 我曾经多彷徨 四周已无安息途 笑声留不住欢乐 眼泪带不走痛苦 我曾经多彷徨 有人曾经告诉我 温暖地书 你所正在寻找我 还能够伴扶我 我若不怕手能够一闯 我心中的快乐 我要见到的太阳 我心静静跟思想 我心静跟思想 我心静静跟思想 我心静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如果你还愿意听 让我再来告诉你 耶稣基督救赎主 祂曾满足心无数 向祂倾诉向祂哭 祂必是你的宝足 耶稣基督救赎主 祂曾满足心无数 祂走乱说 祂 mile称 祂走愿意唱 祂走散 祂走以来 祂走走 谢上